YO!我是老威 暑假又到了 各種鋼彈整已經把限量的商品展示出來了 就是來坑殺你錢包了 但你有沒有發現 會場版啊 常常就是改個透明色 要不然就是改一個會場版的顏色 要貴個兩倍以上 可能有時候還不止 你說透明版件特別難生產嗎 還是萬代就是想要賺你錢 你又不是盤子 他怎麼知道貴兩倍以上 你還願意買單呢 因為模型廠商都非常懂得使用 反駁人效應哦 你今天看到會場版的商品啊 你是不是這些都你已經有了 要不然就是一些比較難賣的商品 但是怎麼改一個特別色 或改一個透明版件 你就會非常興奮呢 想說我排隊第一個就是要買它 你要是萬代啊 你看這些通判商品 都已經賣很久了 也越來越沒有人買了 是要在會場上做促銷的活動呢 還是換個方式 把價錢提高上去 降價呢 降價可以刺激買氣 價格低一點 很多人看到便宜就多買幾盒 或是逆向漲價 本來賣的就已經不多了 不如多賺一點 賣一支 多賺一支 如果你是老闆 你會怎麼選呢 也許你會想說 這價格都已經賣不好了 或是這個款式已經很久了 再漲價不是更賣不出去嗎 當然是降價啊 但是有沒有一種可能性 漲價反而賣得更好呢 在這邊跟你講一個我以前的故事 老威呢 以前做鞋子批發呢 進來了一批鞋子拿到夜市去 找店面做合作 夜市說這個鞋子啊 最高只能賣399 再高就沒人買了 我又拿到東區的店面 去問說 這個鞋子 他們覺得怎麼樣 他們說這個他們能夠賣到1000塊錢 最後呢 我在百貨公司找到可以自己賣的一樓轉軌 一雙最後賣的是3600塊 居然是同一雙鞋子 但是居然會有這麼大的價差 他說明了價格可能有很大的差異 重點是賣給了誰 滿足了什麼樣的需求 炫耀 炫耀就是東西越貴 越值得炫耀也就賣得更好 這就是反駁輪效應 早期呢 很多人收集日版的盛鬥士 日版呢 在那個資訊不透明的時代 硬生生都比代理版貴上非常多 但是問題是 為什麼還是這麼多人想要收日版呢 原因就是在於 日版它有人型背後的四孔 大家一樣都收集聖鬥士 但是我有四孔 我就是屌 老子就是有錢 收集日版 貴不是重點 重點在炫耀 會場版的電鍍MG莎莎比 懂的人都知道說 其實買個普通版啊 或是買個大班版的自己送電鍍廠 效果跟萬代一模一樣 但真的有人看到 賽出來他買的會場版的MG莎莎比的時候 還是很多人會吸口氣覺得說 哇真好 好野人 買家就爽的翻過來啦 因為值得了 只要有消費的地方 都會有反駁人效應 房子啊 汽車啊 球鞋啊 明星小學啊 藝術品啊 你會因為 可以炫耀 所以再貴都買得下去嗎 在那邊 有一陣子 你真的太誇張了